请问孙博士 我这个亲自任命他为北都市医师总会副会长的人 有没有资格替他证明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凭什么当北都市医师总会的副会长 他一没文凭 二没有功名 他有什么资格 就凭他以一己之力 救活了双语幼儿园二十多个人 够不够 原来上次双语幼儿园的事情是他解决的 马主任 看在我也没犯什么大错的份上 您就 作为考官 你诬陷考生 这也不叫大错 诬陷我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你心术不正 我上次再三叮嘱 病人身上的银针不能动 可你却因为对我的不满 就致病人安慰于不顾 私自拔掉病人身上银针 差点酿成大祸 让你这样的人继续行医 难道不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吗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继续留在医院 那就是魏纪委的不作为 就是我马书兰在独职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担任和谐医院任何职务 并且吊销你的行医资格 你以后永远都不准再从医 完了 从本科到硕士 再到博士 我今年已经三十五岁 时间都耗费在了学医上 我也只会看病了 假如被吊销了行医资格 前面那么多年的努力不适 都白费了 而且我还能做什么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你作对 求求你再饶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还是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 并不是你得罪我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心术不正 留着你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我改 我一定会改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啊 马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去忙吧 对了 下一场面试你不用参加了 直接代表北都市参加决赛吧 以你的水平 参加出赛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可以 怎么样 赛委会怎么处理的 那位孙博士诬陷我 当然是处理他 你没事就好 没想到你医术这么好啊 以前都没看出来呢 你在哪学的呀 跟一个乡下土郎中学的 臭小子 我堂堂的衣裳 你再敢这么编摆 看老夫以后怎么收拾你 哼 比试考得再好又怎么样 后面还有面试呢 那可是实打实的要治病的 就是 面试可不是你背了几本医书 就能通过的 看病根掉书袋 是两码事 哼 夜十三 既然比试能考这么高的分数 他面试成绩也肯定不会差的 话不要说太早 就算面试也能考好 那又怎么样 你们没仔细研究 现在各个医院的招入信息吗 想要入边 哪怕是二甲医院 都得是本科以上学历 还得是全日制的 今天跟我交个底 你初中毕业了没有 你们尽管放心 我连小学都没有上过 现在还有没上过小学的人 确实不多 但恰好我就是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白占人家一个名额 你就是拿了冠军 也不可能路边的 难道你想带着 中医挑战赛冠军的头衔 回去继续当护工吗 那还确实是 国内独一份啊 哼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加的联系方式吧 宁秋 他就是个穷护工 跟这种人打交道 你也不嫌疊疯吗 我觉得人家挺有魅力的呀 你不会真对他有意思吧 他可是结了婚的 哼 加的联系方式就是有意思 我还不能交朋友了 再说了 就算我真有意思 你管得着吗 十三 你考得怎么样 满分 是不是很厉害 我就说了 你一定可以的 叶 叶先生 我是来送转让协议的 嗯 十三 这是谁呀 他就是给那些媒体 提供小语照片和视频的酒吧老板 对不起 我是来向您道歉的 道歉顶什么用 我们家小语被影响的声誉挽回得了吗 我也知道 我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今天就是来补偿的 怎么补偿 我愿意把我的酒吧和相应的DP转到您 不 转到您名下 哦 酒吧值不少钱吧 酒吧年收益在一亿以上 那块DP也能值三个亿 哇 三个亿 我的天啊 哼 我不要你的东西 这是我向您表达的歉意 请您一定要收下 哼 他给小语的名声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这就是咱们的精神损失费 对对 就是这样 我不要 阿姨 算我求您了 你一定要收下呀 你要不收 我就跪着不起来 阿姨 曹叔刚说的没错 这是他给您的精神损失费 您应得的 就是 咱们应得的东西 为什么不要 是要签字是吧 我来签吧 让冯阿姨签 都一样 谁签都一样 冯阿姨 签了吧 听十三的没错 我总觉得是在拿小语赚钱 小语出事 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阿姨 您千万不要这么想 好吧 我听你们的 叶先生 那我就先走了 慢着 酒吧还是继续 有你负责管理吧 你可以从利润里面 抽取一成的管理费 财务部门 随后我妻子会派人接手 怎么 你不愿意吗 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能为叶先生做事 是我的荣幸 十三 他为什么那么怕你 亏心事做多了呗 那他怎么不怕我啊 人家为什么要怕你 是怕你吃的胖 还是怕你嗓门大 阿姨 您跟叔叔这两天 眼泪坏了 你们好好休息 我更事远过两天 再来看您 这两天也把你们 折腾得够呛 赶紧回去吧 什么事 你在干嘛 晚上有事吗 有事直接说 我在陪我老婆 我们准备晚上去酒吧玩 咱们也算同事一场 一起去吧 不去 谁啊 怎么不接 在医院当护工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实习生 昨天考试恰好碰到了 非要留我的联系方式 刚又说叫我去酒吧 我拒绝了他还发语音 真是小孩新兴 哼 又勾三搭四 忘了上次 我是怎么说的 我可没有 不信你自己看 我才不看 我上次说了 只要别的女人喜欢上你 哪怕你话都没有跟他们说 也算你勾三搭四 苍天 那我说我见了别的女人 就打个放屁 你还嫌我给你丢脸 我到底该怎么办 逗你呢 看你那样 去呗 毕竟也算同事一场 一帮小屁孩 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哎呦喂 怎么没完没了了呢 让他把位置发来 我们过去 你把位置发过来吧 我一会儿过去 就在零度酒吧 很出名的 我今天陪你一起去 就当陪你参加同事聚会了 哦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就很想去了 这么多人 他们能定到位置吗 十三你来了 这位小姐是 你好 我是叶十三的妻子乔诗园 你们不会怪我不请自来吧 原来你真的结婚了呀 当然是真的 她真是你老婆 如假包换 这女人无论下方气质还是谈吐 都绝非张米秋能比得上 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护工 凭什么拥有这么优秀的妻子 你还真是 否认啊 这么多人 能找到位置吗 不如咱们换个地方 哼 就算别人都没有位置 我也不可能定不到位置 我表哥可是这里的副总经理 这边请 包换我都安排好了 谢谢你的招待 哈哈哈哈 一会儿还有个大人物要过来 你进了包换就安安分分的吃喝 不要乱说话 特别是那个大人物来了之后 千万别坏我们的大事 听到没有 怕我坏事干嘛还请我过来 哼 要不是敏秋坚持要叫你 我才 哼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这么不乐意 抱歉 十三咱们去找别的地方玩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敏秋你千万别生气 刚才就算我说错话 行不行 这里我的我们拍好了 还换什么地方啊 想玩什么 咱们自己找个地方 不比在这看人脸色强 现在看看这些 刚进社会的毕业生 年轻气盛 也觉得挺有意思呢 哇 这位就是皇甫大少吧 久仰久仰啊 长青彭林提起您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敏秋快来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皇甫大少 皇甫员 皇甫大少的父亲 皇甫高光先生 不但是真王阁的首席真九师 还是北都中医协会的副会长 在北都中医圈 那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能认识皇甫大少 在北都中医圈足够横着走了 皇甫大少 你好 你好啊 我刚刚跟您说 想去真王阁学习的事情 您看 要是能去真王阁学习 何愁医术不进步啊 恐怕几年时间 咱们就能成长为一流中医师 不仅如此 能进真王阁 即便是最底层的医师 每个月收入也在两万以上 两万 我的天啊 不愧是真王阁啊 要知道 哥在普通医院 恐怕得是主任级别的 才能挣到这个数 这个收入 即便放眼北都 对工薪阶层来说 也已经不低了 虽说真王阁现在换主人了 但我父亲依然是真王阁的首席医师 真王阁想要正常经营 还是得养上我父亲的助力 我往里塞个把人算得了什么 只要让我高兴了 就是直接安排一个主管医师的职位 也没什么问题 真王阁换主人了 难道真王阁现在不属于真王皇甫端了吗